!" 本节节目,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这一天》 反修例,由风波变成风暴,到到超级风暴 其中一個很重要、很關鍵的事件 就是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打人的事 因為那件事之後 接著很多人就會認為黑社會 這樣無差別打人 得到警隊的一些元朗 元朗警區的一些縱容包庇 接著就有很多警戒勾結、黑警 接著有些更難聽的一些說法 就是罵警察 那件事就很傷 不但很多人受傷 對整個香港也很傷 影響了整個警民關係 相當嚴重的壽視 傷口還是流血 但是近日警方的一位發言人 江永祥 江永祥那一位警司 接受傳媒的訪問的時候 可以這麼說 在傷口灑炎 他有一句話 他就說回一件事 就是由一群人帶一群示威者 入到元朗而牽引而起 那意思都清楚了 這件事怎麼開始呢 就是因為有些人帶了一些示威者 入元朗這樣說 歡迎上我們Facebook先對江永祥警司的一個說法 似乎將我的責任給了一些入元朗示威的一些人士 大家說說有些什麼看法 江永祥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都是報導引述他 其實他很多都是原話來的 就提到警員在面對危難的危險的時候 其實是責無旁貸的 就會要上前出來處理 但是被記者問到7.21的時刻 7.21的時候明明看到在元朗站大堂 當時有兩位軍裝警員上去看過之後 跟著又走了 那是什麼一回事呢 是不是逃走呢 江永祥的答法就說 他不會形容這些是逃走的 然後又說 叫大家可能要拉闊畫面去看 把畫面拉闊一點 然後他就說一群人帶一群示威者入元朗 就牽引了整件事 然後又說那兩位警員有做到事情 他又將一些消息、訊息、資料 匯報給上級聽 我們7.21之後 其實當日也好 或者之後也好 其實陸陸續續也很多的一些相關的片段 是放回上網 大家很多人都看過一些片段 當中包括剛才提到了 明明其實有看到兩位軍裝 上去大堂看過 看過之後又走了 那也有些片段又看到 就是打人之前 就是一大群的白衣人拿著著棍 就在附近的街道那裡聚集 甚至有警車經過 經過一下 也有片段在拍到大堂的時候 當一些持著棍的白衣人 追打一些的市民 乘客 跟著那個站都下了 連那個站都拔起來 再衝進去再打過 走進車廂那裡 見人就打 這些片段其實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都可以這麼說 血的歷史 但是江永祥的說法的時候 似乎就是暗示 暗示叫人所謂拉闊的畫面 拉闊的畫面 就說最先有人進了元朗 帶一些示威者進元朗 其實帶一些示威者進元朗 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其實也要問的 然後就是說 進了元朗 進了元朗 所以牽引起整件事 這個說法似乎就好像 真的將一些被害的 就是一些受害者 其實他們應該都是原告 就變成被告 是不是這個意思就是 其實他們是拿來的呢? 就是救猶自取呢? 那這些其實如果不是傷口殺鹽 是些什麼呢? 今天 江永祥在記者會裡面 警方4點鐘的記者裡面 就被人問到 再問到 究竟他的說話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 他就說他是根據不同媒體的報導 和畫面 就說出有關的情況 這些說話其實都是一些語言的藝術 假的那個藝術 然後又說不是代表 不是代表警方的一個結論 那麼他就只是… 他又說回傳媒接受訪問的時候 跟他說了很多東西 就只是引述了一個小部分 還叫人希望不要斷章取義這麼說 他就要怎麼去理解他這一番的說話呢? 他又不再回答下去了 那麼就… 然後又說這些不是代表警方的一些結論 那就是什麼呢? 其實他是一個發言人 穿著制服 就是接受一個訪問 那不是代表警方是代表誰呢? 然後又叫人不要斷章取義 那不要斷章取義 那應該怎麼去理解他這一番的說話呢? 他又不再回答下去了 那麼就… 含不含糊糊糊就算了 含不含糊糊其實都是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就是你越想隱瞞一些說話 或者越想扭曲一些東西 其實就越… 就是喀喀喀喀喀 說話就說得越來越不清楚的 那就回答了 其實是他自己的問題 過去… 過去幾個月呢 林鄭、政府、警隊 其實都在做那件事情 止暴制聯 近幾個星期呢 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就是在打輿論戰 特首自己也好 警隊也好 其實都是在打輿論戰 特首自己也不斷在… 就是在一些鐵文那裡說 說一些假消息、假新聞 有些人是謠言 就說政府都已經澄清了三百條 什麼假新聞這麼說 林鄭、這個 然後有些情況就會再加一句別有用心 別有用心的謠言 這些說話用詞 大家會覺得是不是似曾相識呢 其實沒錯 就是我們一些內地 共產黨的一些官員 經常掛在口裡面的一些文宣的用語 如果我們再留意一下 警方的四點鐘記者會通常有一段很長的開場白 去到尾那個結論呢 通常那些文字呢 相當的鬥爭色彩相當之濃 文革味道相當之鮮明 警方的官員 很主動做採訪 做訪問、做專訪 就是一哥也放了一段東西在Facebook 那麼就很多其實真的在對著鏡頭面前 就是在扭曲著一些事實 張克就說到白 那一些以為是一些很厲害的 出神入化的一些公關技巧、把戲 但是其實我想小孩子都會看得很清楚 這些就是所謂其實沒有穿衣服的皇帝 在說謊 其實就是以為自己有人相信 其實就已經是沒有人相信 警隊的管理層基本上越來越學了很多 就是內地那種弄虛作假的那種的作風 很自然 也不奇怪 就是我們民調看到市民對警方的信任是越來越低 基本上就是基本的尊重 可能很快也會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如果你還是說 就是由警察查到警察 警察查到警察 我想就是沒有人會相信 沒有人會相信是會出一個公平的結果 所以民調說八成人支持獨立調查 那麼這個其實 完全是可以理解得到 為什麼八成人會覺得需要有一個獨立調查 過去的六個月 過去的六個月看到的就是反修例的風波 就是 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市民敵視警員的問題 721 721事件是一個很關鍵 也影響了很心願 影響了很心願一件這樣的事 但是現在負責調查的就是當日在現場做指揮官的位置 那麼當日其實處理已經相當爭議性 那麼現在你還叫他查回這件事情 所以根本就 根本就不會有人相信 可能沒有提醒大家 大家都不會記得 其實政府 警方現在就說已經拘捕了應該是三十多人 就是白衣人事件拘捕了三十多人 那麼就 陸陸陸陸陸陸就應該是 就是提上法庭 提上法庭 就是作出檢控 但是都還沒有審 還沒有審 那麼這位警司 這位警司就已經放了一些這樣的說話 就將一個矛頭 就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什麼鏡頭 就是拉闊 那麼就 說回就說有一幫人 帶一幫人去元朗 所以引起這件事 但是都很清楚了 其實他講講講那些一幫人一幫人 全部都是手無寸鐵 只是見到一大幫人拿著棍的那些 就是打 打那些 他口頭講的那些就是一幫人 這樣的說法其實公不公平呢 公不公平呢 這位就已經是發言人了 警隊裡面會不會還有更高級的發言人 評論一下這個發言人的一個說法 希望不要就是那些不太理想 有改正空間這些廢話了 今晚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跟我們分享一下 推出 發言人的發言人